平等无师的世尊 有一天 世尊和弟子阿南一起到镇上托波 托波是指拿着波 托波接受人们奉献的食物与生活必需品 动不了了吗 动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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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那就坏了 给我那个吃 干嘛 啊 给你吃 给你吃 阿南得到好东西了 这个就涂在我房间的墙上吧 是 刚才还差点骂了他们 师尊 这是他们诚心送的 他们能这样我很高兴 差点做错事 有臭味 真的 有臭味 真的 这什么味道吗 尼奇 尼奇来了 来的人是尼奇 他是当时印度奴隶身份中最低的一级 他的工作是把街上的大小便紧去丢掉 这是出生就已经决定的了 没有办法改变的工作 我们下来的工作 站住 这里是我们游戏的地方 好臭的味道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们下来的工作 可是不经过这个地方 我就没有办法到大家的家里去 我的宝物给换人都撑掉了 就是吗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这个样子 求求你们让我过去 求求你们让我去 不许 到别个地方去 请你们住手 请住手 走开 住手 你们这些小孩在做什么 我没有关系 世尊 这怎么办 你起 你去哪里 真是对不起 世尊 请你不要过来 你的身子会脏的 把你的担子放下 过来我这里 你以前不是常说想要听我说法吗 我是说过 可是 我说给你听 可是像我这么肮脏的身份 我的法有如流水 什么人都可以喝 什么人都可以听 世尊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孩子们 到这儿来坐着 小心 那位叔叔想骂我们 我不是要骂人 我只是想说故事 他说要说故事 不可能了 笨蛋 我们可不听人家说教的 你们放心 大部分事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巴拉达 对 那么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 深山里头有只蛇 它的身体像人一样粗 长的可以从这栋房子连到那栋房子的大蛇 这条蛇的头在前面 它的尾巴在后面 然而有一天 尾巴开始对头抱怨了 哎 阿头 什么事啊 阿伟 今天我不想跟在你后头了呀 真是的 我要走到前面 别傻了 以前一直是我在前面 你就光光跟在后面吧 嘿 你能走你就走走看好了 嘿嘿 怎么样啊 走不动了吧 我输了 你走前面吧 走 走 走 要去哪里 你问我 我问谁 好动 你要去哪里 我出去我就走 我那边危险 我找出个危险的 啊 眼睛看不见的尾巴 带领着头 掉入了燃烧的火洞 被烧死了 你知道吗 蛇的头是我 ,蛇尾巴 就是你们 我们 不错 我以看透事物道理的智慧之眼 想要教导你们 可是 你们没有智慧之眼 而且 还不听我的教导 他说我们是尾巴 是没有智慧的尾巴眼 太过分了嘛 叔叔 你把人当傻瓜了是不是 你们生气了 哈哈 跟故事里动不动就生气的鲁莽青年一样 那是什么故事呢 什么故事呢 在某一个镇上住着一个年轻人 有一天这个年轻人经过一间房子 听到里面的人谈到自己 那个年轻人是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太暴躁 把什么 而且他非常的鲁莽 说的是 你说什么 我何时生气了 我何时鲁莽了 你说 现在不是生气了吧 你刚才不是揍我了吗 刚才 对不起 巴拉达 你想像那个年轻人一样让大家笑吗 我知道了 就尽量的听吧 江达 怎么样了巴卡 我可不要 不逼人说教 大部分的事情我都已经懂了 我干嘛去听他说教 巴卡 听你现在说的 你好像认为自己很聪明 是不是 难道我不可以认为自己很聪明吗 有一个地方 正好有一个像你这样 认为没有人比自己更聪明的旅人 这个旅游者搭上了船想要渡过大河 我好想请船夫帮我捡 可是他好像很忙的样子 对了 就这样子 可以找人像我这么聪明吗 嘿嘿嘿嘿嘿 嗯 你什么都没有啊 那不可能没有啊 那是我贵重银器啊 你再仔细找找 真的在这里吗 哎 当然了 掉下去的时候 我在这里做了记号了 你看清楚没有 在这儿 记号什么时候做的 在过河的中央时候 客人船随时都在动 在动 在河的中央掉下去的东西 自然会沉在河底了 在船上做记号也不会跟着记号走的 说的也是 看起来好像很聪明 事实上却很笨 人们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聪明 大家一开始都是愚蠢的 所以必须要找好老师学习 事尊师说必须要学习 对的 那我才不要 为什么不要 因为雅沙头脑不太好 我等到长大以后 头脑聪明了再来学好不好 那样的话就来不及了 会跟想收集牛奶的愚笨人一样 有一天 这个愚笨的人想要招待几个客人 打算挤牛奶请他们 哎呀 这样不够 把每天挤的奶收集起来 再请客人来吧 好 可是 好 过了一个月 过了一个月之后 谢谢大家 光临寒舍 请大家等一下 等一下 我马上把刚刚挤的牛奶送来 让大家喝个够 让大家喝个够 牛奶一定是积了很多了 这次就看你的了 奇怪了 怎么一滴都没有 怎么搞的 快点出奶啊 快点出奶啊 怎么会这样的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家来救命啊 这个愚笨的人因为不及乳牛的奶 也不让小牛去喝奶 在这段期间乳牛的奶就干了 你怎么办啊 如果你们不趁现在有心赶快学习 以后就会像这个愚人一样欲哭无泪 不是 我马上学习 真善变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学习 就可以马上变聪明了吗 是真 那是不可能的 什么 好无聊 那我不学了 那我也不学了 智慧是靠持之以恒的学习得来的 像一夜之间变聪明的人 就像直接建三楼房子的有钱人一样 有一天 那个有钱人在街上看到一栋气派的三楼房子 好棒啊 我已要建一栋三楼的房子 工头 老板 你在干什么 我照老板说的再建三楼的房子 老板 这不是一楼吗 就是要先建一楼 在一楼上面建二楼最后才建三楼 谁叫你建一楼二楼的呢 我只要三楼就可以了 老板 这不可能 我性子急得很 别要啰嗦了 开给我建三楼的房子 快点 我建 建了就可以了 老板建好了 建了就好了 可是工头我要怎么上去 老板爬柱子上去 什么 爬柱子 一楼二楼只好这样了 老板请吧 请 工头把我推上去 老板 后果我可不负责 老板 老板 真是累死我了 所以我说这我不负责 我不负责 知道了吗 江达 尼沙卡 要变聪明必须要持之以行的努力 没办法 只有努力了 我也是 这个我最会努力了 这个倒是雅莎的专长 好了 好了 现在大家有学习的心了吗 我是世家族人 姓瞿坦 是世家 我有听过 就是嘛 我就知道是他 你傻碰你自己了 好臭盖 我一直想除去人们愚蠢的迷惑跟痛苦 想尽办法 引导人们到贤惠清静的佛境地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需要漫长的忍耐 所以不可以明天学习 现在就要开始 我们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着手 今天我只想要你们了解一件事 停止一件愚蠢的行为 愚蠢的行为 就是像刚才你们欺负尼奇那样的行为 我问你们 刚才为什么要欺负尼奇呢 住手 不要丢失他 滚到别的地方去 来 说说看 为什么要欺负他 那是因为 那是炭臭 炭脏 对 他又臭又脏的 这是因为尼奇他要负责清除乌物的关系 你们之中 难道有任何人不制造乌物的吗 你们有自己清理的吗 那么你们想想看 是谁替你们清理的呢 尼奇叔叔 尼奇叔叔 是他 也就是说 你们都受到尼奇的帮助 你们不但不知道感谢还欺负他 这就叫忘恩负义 对了 某个国家有一个叫忘恩负义的商人 有一天 忘恩负义跟同伴乘船出海 突然 海面发生强烈的暴风流 船成了 像山崖似的巨浪几乎要吞没他们 飘流在海上的商人们 得到了一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大海龟救助 这是 这是海龟 海龟在救我们 海龟在救我们 写地写地 这是海岛 它没有岛 海龟把商人运到了岛上 暴风雨也停了 得救是很好 可是岛上没有甜肚子的东西 多饿 饿死人了 你们看 睡得真省 把他杀过来吃 这太过分了吧 他救了我们 怎么可以这样子 太过分了 那你就不要去 在海中没死 死在这里还不是一样是死 那我就不要去 你把他杀过来吃 他手跟着陆吗 真是 你就是吗 别傻了 颜是不能心软的 那是什么声音 是下岸朝这边过来了 快打了 救命 怎么办 救命 妄恩负义三个人大声求救 可是已经没有海归来救他们了 好了 难道你们想像这几个商人一样被称作妄恩负义吗 我不要 我也是 好了 那么大家就为了刚才的行为向妮奇道歉 快向她道歉 这怎么可以 我可担当不起一级 我才不要 你其实奴隶 而且她的等级是最低一级的了 我绝不会向她低头的 不可能 巴卡 你错了 不 巴卡少爷他说的对 我是镇上出身最低的 而且做的是又丑又脏的工作 被人家讨厌那也是应该的 他们会欺负我 我完全不在意的 尼奇 你的想法也错了 人不因出身而尊贵 而是因为行为而尊贵 人本来就没有差别 造成差别的就是巴卡你的自以为是 你认为只有自己聪明伟大 可是却深深刺伤了尼奇的心 这件事一定会危害到你自己 就像是双头鸟一样 那是我的 你真是不要脸 真是 你不要欺人太甚 每次都把好的抢走了 你太过分了 我不想再跟你这个臭头在一起了 你给我滚开 不可能的 我不能够再忍受你了 快点滚开 快 你叫我怎么滚 好 现在吃上面的毒果子 叫它吃吃苦头 是我错了 我们和好 上面最好的果子让给你 是吗 不好意思 看着好了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我叫你痛死 我 为了要报复另一个头 最后也害到了自己 两个头共有一个身体 可是却忘记自己是处于同一条船上 世上的所有生命息息相关 连结成一个大的生命 我跟旁边的阿南 你们每一个人 巴卡还有尼奇 大家都是同一个生命的兄弟 所以我们应该互相尊重 和平相处 不可以自以为是 伤害别人 歧视别人 还有尼奇啊 是 这 您做什么 请您放开 我这么卑贱的手 不可以看清自己 我很脏啊 一点也不脏 这双手做的工作跟我一样 跟你一样 你清除人们家里的不敬 我则清除人们内心的不敬 在我的看法 这两件事同样是高贵的工作 尼奇 你跟我是一样的 好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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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吧 是 孩子们 你们知道了吗 是 世贼 知道了 巴卡 你呢 我错了 我认错 好极了 现在你应该先向尼奇道歉 对不起 尼奇 没关系 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欺负你的 对啊 我也错了 谢谢你替我们清洒 谢谢你 叔叔 谢谢你 叔叔 不 没什么 我也要谢谢你们 谢谢 十分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才好 不必道谢了 这是我的工作 你的大恩 我是永生难忘 以后再见吧 想听我说法的时候 欢迎随时到京社来 我一定会去的 师尊 孩子们 再见了 师家叔叔再见 再见 师家叔叔再见 这是多宝贵的一段说法 师尊 我也从中会议相当的多 这该感谢那些孩子 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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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孩子 永远记得师尊的这段说法 尼奇在后来也成为了师尊的弟子 我是 他 君子 朱山 你的 权 坐 他 在 楼江